而今天立法院表決電價動漲案 藍白聯手之餘 藍綠雙方也炒翻天 炒得不可開交 最後院長韓國瑜 他說要大家通通都閉嘴 這次國民黨提出了電價動漲案 經過一個月的冷凍期 今天表決通過 過程當中民進黨提出修正動議 被藍白聯手壓倒性的封殺 電價動漲案闖關成功 要求行政院責成相關部會 即刻檢討現行能源政策 終於闖關成功 國民黨提出了電價動漲案 等了一個月冷凍期終於有結果 只是過程民進黨頻頻出招 不管是提出修正動議 還是重複表決全遭封殺 但會上演表決戰 全因為協商一掃時沒有結果 我本來是維持三個嘛 然後你就這個不要 三張什麼叫維持三個 就像規則都是你在定 明明就有三張能夠練習 但民進黨代表怎麼多了 三張外的洪生汗 議案的協商不應當只是局限三張 好嗎 議員長我講一講 大家都閉嘴 好 請民進黨講一下 大家都不要再講 先讓我們周外來秘書長 我們要建立一個 我們要建立一個慣例 藍綠朝的不可開招 立法院長韓國瑜受不了 出手要大家通通閉嘴 明定只有三張能來開會 但柯建民發言 跳離主題 傅崑奇拍桌不敢失落 一直在講楊朗彥的回憶錄 要注意全民的時間 傅崑啊 你要制裁這個人啊 你要把他小小大意 這人是想要做的 你不要去控制 藍綠總統要爆發口角戰 直四月以調漲電價 能否塑及既往 經濟部表示 依電業法審議會決議 也就是說目前漲電價就是確定的 但是立法院提出的決議會尊重 另外此決議為 建請行政院嚴處 是否有立法權逾越行政權疑慮 意思就是對民眾衝擊 人士漲電價為現在進行事 好 如果電價真的動漲 餐廳業者坦言說最多一個月 可以省下8000元的電費 只是對台電來說 有專家認為政治不該干涉電價 台電累積虧損將近6000億 恐怕會破產 應該要用科學解決科學 廚房裡除了烤箱 還有存放食材的三個冷藏 和兩個冷凍庫 都要24小時全開著 做飲料用到的果汁機 還有展示甜品櫃 酒櫃 地內空調到照明 全都失電 攤開漲電價前三月份的 帳單用電5400度 將近2萬元 4月漲價後用電更多 7500多度要2萬6 但因為調整用電時間 尖峰時段用電少 看似比較便宜 但業者認為4月之後 帳單每個月可能都會貴 3000到8000不等 蠻不錯的 讓我們電費的話 其實就可以省下一筆費用 因為畢竟現在人物料 工資全部都在上漲 台電先前預估 今年的政府補貼 1000億元尚未定案 但去年底虧損3826億 若沒有調漲 今年預估還要再虧2124億 一共就是5900多億元 專家認為電災部長 台電會破產 用政治的立場去干涉的話 到最後還是會再漲價 科技的事情 有事情來解決 這是很正確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 提出這樣的一個意義 其實應該是考慮 要修好 讓這個核電 就是可以延遞 本會的這個決議 其實就是國會當時 依照國會的決議去做成的 那再怎麼樣台電還是要依法手法來執行這個業務 台電和經濟部都回應 尊重國會決議 但仍要遵守漲價的審議 若最後動漲草案通過 台電遵守最後決議 TV新聞 另外事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任內將金華城土地的容積率 提高了百分之兩百八十 遭到監察院糾正 金華城董事長今天清上火線說明 他控訴被霸凌三十七年 強調容積率取得過程一切合法 系數被歷任北市府欺壓 金華城開記者會列舉八大項 強調高榮機購買一切合法 直說會議紀錄都查得到 但容積放寬通過時間點碰巧都接近選舉年 議員就揭露第一次是2017年12月 從百分之三百九十二升到百分之五百六十 第二次二零二二年從百分之五百六十 暴增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所以這個時間序 其實跟前幾年 我認為是應該沒有相互關聯 金華城除了強調高榮機率取得一切合法 更只指自己被霸凌了三十七年 但議員就認為是在轉移焦點 議員有淑慧臉書發文 直指金華城和民眾黨口徑一致 只談當年好龍兵卡 金華城容積案轉移焦點的方式 有夠難看 猜猜金華城改建案用什麼名目 拿到容積獎勵的 拿著刀吃人肉 這句話要還給柯文哲 畢竟柯文哲任內金華城容積暴增 今年一月北市府才遭監察院糾正 前副市長黃珊珊反擊 當年好市府也被糾正 柯文哲上任後依法行政 和金華城態度一致 有問題就送檢調查迷 TVH線許家瑞 楊佩玲台場報導 不過也有議員質疑 說柯市府任內定出過去 沒有的四大高容積獎勵項目 通通是由金華城想出來 然後柯市府核准 而現任市長蔣萬安表示 目前正風處已經展開調查 你們在審查的時候 其實就知道它不符合 任何容積獎勵的條件 所以你才要用你剛剛講的 兩個關鍵字創設 懦轟容積獎勵項目 根本空前絕後 各黨議員矛頭對準北市都發局 還有前朝柯市府 地主自己提出來 我們就照單全收 柯市府任內金華城容積案 被監察院認定是重大為師 議員直指其中四大項高容積獎勵項目 包括任性城市貢獻 智慧城市貢獻等等 都是由金華城想出來的 而柯市府通通核准 如果真的這個過程有任何的問題 都委會是合議制 所有的委員在經過了合議之後 做出來的決定 況且柯文哲市長是無從過問 他沒有辦法介入都委會 如果市府一開始就說不可以 你怎麼可以自己提呢 府外學者又何來的同意的餘地呢 你自己棄守三海關 才讓這個威精可以長驅直入 只是過多的容積獎勵 議員要求以貸金的方式 繳回給北市府 這些我們都會依法 來擬定相對應的處理作為 我也請正風啟動相關的調查 檔案態度一致 待正風調查 但民眾黨認為在好市府時期 百分之三百九十二的容積獎勵 只有為師 卻被刻意忽略 好市府時期認定 他的容積力只有三百九十二趴 因此被監察院給糾正了 那監察院糾正完之後呢 柯市府時期的林青榮副市長 才召開了都委會 而好龍斌也反極致 自己在台北上任內 對容積獎勵 不僅依法行政 而且嚴格把關 自己造業 自己擔 希望柯文哲要自己面對 這些質疑 無需利用財團當打手 精華城首度出面澄清 但主州百在三十七年來被霸凌 再次把前後三任市長扯在一起 TWH市徐大任 很常報導 另外同一時間呢 北市府近邪 啟動調查北市科案的弊端 今天呢 民進黨藝人出示四年前 北市科案簽成 上頭有市長的簽章 痛批柯文哲 用低於公告的價格 建蘇給星光人手 屏東整天參拜行程 民主黨主席柯文哲 走進基層 足以拜會地方投人 但即便仍在台灣尾 市北科案 綠營依舊緊追 居然只剩下八十億億 這個就是柯文哲決定的 蓋了他的職務章 還親筆牽上日期 直指市北科案三基地 招標正當性 包括虛提投資計畫的 T16 45.2億 T17 21.9億 及T18的14.6億 合計81.8億 比公告價足足少了5億 都是柯市長任內核定 為什麼在台北市 土地價值一直往上的時候 還讓這塊土地 免投資計畫輸 然後整個權力金下修 讓整個市場被建築 標給新手 綠營用建築來形容 實現副手 黃珊珊被妥資料反駁 是都過經過公開的估價 合理的評估 然後市長實施最後的拍板 否認圖利 而是設法解決問題 不過綠營也還原時間順序 2019年底 伸授副總吳欣 列入民眾黨不分區 最後2020年11月就給市府 應該分開招標的建議 接著4月下旬 柯文哲又拍板 T17 T18可以免提投資計畫 而地上權又在2022年初 順利登記 吳欣營就逮捕上立委 質疑背後有連帶關係 只是同樣議題 綠營窮追猛黨 每日更新 短時間內恐怕還不會停 而另外這被國民黨議員炮轟 是520前送給準總統賴清德的大禮嗎 傳出內政部國土署 將參考2019年的北泰雅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概念 讓賴清德在萬里的老家 有機會就地合法 準總統在萬里的老家 參觀人潮不如選前熱絡 原本民眾能隨意停車的地方 住戶似乎不堪其擾 拉起圍籬 只盼生活能恢復 往日平靜 不過就在日前 是有地震事務所的人員 前來這裡地底重測 這也讓不少居民 以為是要間界拆屋 議論紛紛 只是居民們恐怕多慮了 因為內政部傳來好消息 規劃讓礦區房子就地合法 但這方案 新美市議員很不滿 按原則上是採 利用泰雅原住民特定區的計畫 泰雅的計畫 對在106年5月16日之前的建物 可以由地方政府主動 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 所以清德准總統 他是原住民嗎 我們萬里是原鄉嗎 為什麼是採這樣子的計畫 去認定呢 質詢台上 不過內政部國土署陳清 說議員誤會了 會引用北泰雅原住民 特定區域計畫 是參考該計畫精神 不是把萬里礦區當原鄉 回顧2019年上路的 北泰雅計畫 是為了照顧新竹縣 兼石鄉跟五峰鄉的 原民居住權 所以把農牧用地上 2017年5月16號前的建物 就地合法 現在為解決礦區爭議 才以北泰雅計畫來舉例 國土署更進一步透露 預計本週就會變更 全國區域計畫條例 接下來就是請地方政府 配合辦理 而且是全國礦區都適用 只是新北議員也質疑 那水晶酒為何要 另案討論 對此國土署則回應 該案除居住行為外 還需放款 包括其他商業 觀光油氣等用途 因太陽複雜 還需重新整理 雖說爭議已釐清 但對賴清德來說 內政部無疑是上任前 宋大禮 七日新聞 李國正氣煥柔台報道 國民黨立委許小新的大姑 涉炸案雪球也越滾越大 週刊再度爆料 許小新的老公 恐怕早就知情 同時週刊也指控四月中公布的英黨 許小新為求自保刻意剪輯 但許小新否認 特別把媒體找到會議室私下聽英黨 就需要自清 週刊爆料 許小新四月中公布大姑 劉頌杰被威脅的英黨為何有剪輯 因為週刊報導 原英黨有一分多鐘 但許巧新公布的只有三十二秒 英黨內容是杜秉承威脅劉頌杰 不過週刊指出杜秉承當時是不滿劉頌杰外遇 才會暴怒 我不太會去 有可能去管到姐夫跟 就是大姑之間的感情關係吧 沒有人那麼八卦 有人會那麼八卦 我跟他們真的沒有好到會去八卦他們之間的那個 佛任公布剪輯過的英黨是為求自保 許巧新也強調給他英黨的也不是婆婆或是林玉倫太太 那週刊指控婆婆跟先生早知大姑 社詐一室 我個人如果有涉入相關的刑事案件 我會立刻辭職 那講到很多內容也都不是事實 我甚至你要提告都不知道跟誰提告 夫妻倆雙雙澄清 許巧新跟罕見拿著手機照稿念 至於前一天被指疑似有公務員攻擊 許巧新最後查出是在彰化社和桑公所的圖書館一室 圖書館不應該變成網軍的發源地啊 圖書館不應該變成是網軍都衝到圖書館裡面 然後去發文 然後去批評政治人物 這個也顯然不對吧 後續有調閱相關的監視器 還有查閱相關的資料 那發現這個確實是民眾所為 相公所大動作說明 極力撇清 而國民黨十七位立委上個週末訪問北京 隸屬於國防委員會的原民立委黃仁 他被綠營點名可能有泄密疑慮 此番言論引發了黃仁不滿 反批綠營是歧視 針對他的原民身分欺負打壓 我覺得這不用回答 怎麼又插話了呢 不是昨天才說好講話 不要打斷人家嗎 不要插話好嗎 副總召 副總召 朝野協商吵吵吵 右邊一句副總召 左邊回叫副總召場面一度火爆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你在王滬寧的面前半坑都不敢坑 你在王滬寧的面前半句話都不敢坑 在台灣的部隊你為什麼這麼暗把 在這裡呼天搶地 鬼哭神號 說院長要給他們講話的時間 那差不多了 為了全民 我跟妳講 當下半年的時候 你講話差不多 楊綠營立委別呼天搶地 但副總召趁趁著週末 到北京見政協主席王滬寧 就連隸屬國防委員會的同黨立委黃仁 也同行民立委就質疑有泄密疑慮 黃仁立委參加過的秘密會 會議討論的就是潛艦國造 跟王滬寧的閉門會議 有沒有談及潛艦國造的相關資訊呢 參加國防秘密會議 難道就是等於會洩密出身 平地原住民黃仁聽到之後氣到不行 從頭到尾就一直針對我 具有原住民的身分 是有點欺負原住民的感覺 我們是在地的原住民台灣的主人 我們有什麼泄密可言 絕對沒有泄密 恍然痛批綠營 刻意針對原住民 但同屬原民選區民黨立委陳瑩 就好奇這跟原住民有何關係 這個跟原住民身分是沒有關係 大部分的原住民都是很自愛的 就沒有像某些委員一樣 國安機器都在啟動 我們一直謹言盛行 我們對外絕對不談 任何政治議題 私人一項謹言盛行或許就是綠營 這番質疑觸動了黃仁的敏感神經 你是不是欺負我們原住民 我們都對外絕對